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奋斗百年录启航新征城专栏播出 金平区安居社区党支部 心里有人民办事会群众 人物特解 焦景林心发扬老黄牛精神 33年如一日坚守直起一线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一 农历正月18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请看详细报道 根据深圳市与汕头市协作框架协议 两市将在五个方面进行深度协作 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个重要板块 而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将为两地实现深度协作 创造良好条件 目前深山两地在高铁互联和5G新基建等方面 已经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 今日山山铁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 汕头湾海底隧道的绝境顿购机开始下井组装 汕头到汕尾163公里的沿海高铁 是广州至汕头至汕尾铁路中的一部分 目前深圳到汕尾的高铁也已经开工建设 随着这两条高铁的建成 汕头与深圳与大湾区在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方面将更加紧密 广山铁路建成通车极大可以缩短 咱们汕头到深圳一个通勤时间 经济合作交流就更方便了 相对于高铁港口等传统基建 深山两市还将合作加快 5G网络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等新基建建设 推动深圳信息企业参与汕头智慧城市建设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全球领先的通讯设备制造商 近两年来 汕头市政府和华为合作 在汕头高新区设立汕头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涉至创新实践区 生态应用区 产业合作区等八大功能区域 为汕头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交流的公共服务平台 未来一定是一个数字化的世界 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世界 那么汕头也是很多汕头的龙头行业 也是制造业 也一定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那华为在这里面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去帮助这些企业实现一个数字化的转型 借助华为在通讯行业多个领域的深厚积累 创新中心把华为的解决方案带给汕头本地企业 帮助企业提制 降本 增效 截至目前汕头华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已服务六家工业互联网标杆企业 同时有超过36家企业上云上平台 服务了汕头本地一大批优质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 构建实体经济新动能 那么我们的愿望也是说 不要针对单个企业 我们形成一个产业链 我们与产业和产业之间交流 最后我们创新中心和不同的产业 形成一个生态圈 一个产业链 春节后复工以来 金品区各工业园区企业开足马力加快生产 喜迎开门红 园区积极落实各项服务措施 为企业开工 保驾护航 在广东好心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厂车间里 伴随着机器运作的声音 工人正在打包糖果 开工第一天 企业就收到一个惊喜大礼包 签下了一笔美国客户的大订单 美国这个订单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订单是比较 就是说量还是比较大 达到100多万美金 但这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话 对提升我们集团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士气 对我们一个开门红 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作用 今年春节 企业大部分员工都流善过年 为企业劫后提前开工提供了保障 过去一周 企业员工返岗率已达到98% 很开心能出去正常上班 能复工能完成这些订单 就心里比较开心 公司的订单到就是我们工作就比较饱和嘛 然后就很开心 我们开门也有一个红包给我们 现在同时开工呢 是有五个时间十条线 同时在开工 他们因为有政府的一个软期的证识 还有企业推出的一系列的一个措施 使得我们广大的员工 好星期的员工呢 都士气非常高昂 精神饱满地投注到这个生产工作当中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国外的一个销售订单 包括那个书柜 我们大概是增长了25%左右 国内的一个销售市场呢 增长率是在15%左右 上市企业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 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员工士气满满迎接开工计 到初期已经是全面进行一个复工复产 其实我们现在的订单呢 已经排到三四月了 所以呢基本大家写 接下来就是要全速开工 我们现在的订单量 基本已经要达到50%的了 一个情况 那么后续呢 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去逐渐扩 今年来 精品工业园区积极落实 流善过年八送关爱有关举措 让流善的异地务工人员开开心心过新年 保障截后企业顺利开工 同时全力落实企业服务保障措施 优化营商环境 强化项目服务水平 开年以来呢 就企业也呈现出了开工早 员工足订单多的这样一个良好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呢 我们精品工业园区积极做好服务企业的各项措施 还有工作 为企业的发展 为精品的发展 为汕头市的发展 能够天窗家瓦做出更大贡献 为服务全市稳外贸大局 国家税务总局 汕头市税务局打破常规 为企业打通高效便捷办理出口退税的黄金通道 仅用三个工作日 就完成了二月份超八成的出口退税 全力保障外贸出口企业生产资金不断长 汕头市锦泰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是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专业生产加工销售冻虾等水产品 2020年度出口销售额超过4亿元 春节期间 公司有150多名员工流善过年 保障农历新年能够如期开工 得知企业节前发放员工工资 交付订单货款等方面资金压力加大的情况 市区两级税务局 及时支持指导企业申报出口退税 公司的资金一时比较紧张 税务部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 对我们支持很大 辅导我们第一时间就申报出口退税 短短的三天 我们就收到了500多万的退税款 为我们企业化解了燃煤之急 目前公司各项生产工作是正常进行 大量的叮当也正在抓紧的落实完成 今年春节前夕 山头不少企业的外地员工 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市税务局和各区县税务局 派出100多名业务骨干 组成8个出口退税工作专班 对全市外贸出口企业 特别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开展调研和政策辅导 助力外贸出口企业兑现税收红利 盘活生产资金 全面推行出口退税无止化申报 企业的退税申报 备案证明开具等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理 另一方面开通退税快速办理通道 把退税款送到企业手中 2月份全市各级税务机关 为980多户次企业 快速办理出口退税 共2.75亿元 让企业足不出户 就能够及时拿到退税款 今天下午 市委组织部 市委统战部召开会议 对全市组织部门统战部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熊松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 要注重实际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 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统一战线政治引领 做好汕头新时代桥的文章结合起来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时效 要强化组织实施 坚持正确党史观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有利有效开展 切实引导全体组统干部 统战干部 学史名利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德 学史力行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精神力量 为汕头实现新定位 新目标 新任务 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 市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和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以及市委主要领导 到汕头龙美集团调研 全市党务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市领导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宣传思想战线 要把讲政治摆在首位 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坚决落实两个维护 实向制度机制 加强党风联政建设 严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秘密 要宁心俱力谋划好 今年的重点工作 高质量高标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统筹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活动 助劳意识形态护城河和防火墙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要牢记党媒信党 坚持守正创新 推进荣媒事业改革发展 扎扎实实把市委 交给全市宣传思想战线的工作 干好 干出成效 各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市职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今天下午 市纪委监委召开机关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大会 对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动员部署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吴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全市纪检监察干部 要学生悟透弄懂 特别是要读懂百年党史中 思想伟利 两个大局 人民至上 斗争本领 革命传统 两个维护的深刻内涵 研究党的历史 把握历史规律 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 作为政治机关 要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 当先锋坐表率 压实责任 坐实工作 抓实学习 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务实成效 要强化组织实施 健全组织架构 加强思想引领 发扬优良学风 注重学用结合 扎扎实实 把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好 开展好 把党史丰厚营养 转化为前行力量 今天上午 市委政法委召开会议 对政法委机关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要求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服务市委中心大局 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有机结合起来 始终把政法工作 融入全市工作大局 来谋划和推进 抓实抓戏 维护政治安全专项行动 和社会矛盾问题专项治理 以法治智慧 法治力量 助力我市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主动适应群众新需求 持续推出 辩民立民 智慧智能的基层 社会治理新举措 加大民生领域 执法司法保障力度 教育引导 全市政法干警 从学习党史中 坚定信仰之心 忠诚之心 世子之心 发扬光荣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全面推进 从严管党致敬 坚定区安居社区 是一个特殊的社区 三千五百多户 常住人口中 近两成是低保护 和残疾人 近年来 社区从困难社区 变身为宜居社区 在居民眼中 之所以能够出现 这样的大变化 是因为社区党支部 居委会 心里有人名 安居社区 大部分是政府原先 安置困难群众的连租房 面对近两成的 低保护和残疾人 社区党支部 居委会的日常工作 就是挨家挨户 上门走访慰问 掌握实情 今年累月的调查走访 详识的第一手资料 形成了一本全能测 而这也成为了 社区党支部 居委会的传家宝 原租笔就是户口 在我们安居市区的 那个签笔的话 是租户 就户口没有 签到安居市区 这个是我们的传家宝 这个从08年 这个成立居委会到现在 那每一户的那个情况啊 还有每一户的一个 每一人的一个情况 包括他们的一个家庭结构 我们都是比较了如指掌 入户走访的过程中 形成了这一本 这个全能测 所以在我们后面的 开展各项工作 是起到非常大的助推作用 如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 也是安居社区干部 经常思考的问题 对此 党支部主动衔接拓展各种资源 积极探索与公益 物业 教育 医疗等各类社会力量联合 建立红绿蓝成白 无彩党建新平台 构建社区治理新模式 市中心医院 善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和多个义工志愿者服务组织 在社区常态化开展 帮扶帮困活动 拓展社区服务空间 安居社区呢 作为我们全市一项名声工程 汕头市连珠工房 我们党支部日常 以活动为载体 不断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然后从加强党建引领 带动一些基础设施落地 来完善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完善社区公共服务 是居民所判 对此 在社区的努力下 社区服务中心 从原来不足500平方米 逐步建设成2000多平方米的 功能齐全高效便民的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两年前 社区党支部联合社区福利会 投入资金近30万元 将住宅小区常柜院 原来一处杂草丛生的公共区域 修建成文化广场 同时还成立残疾人康源中心 为社区残疾人提供培训 劳动和康复训练等服务 先后已有10人回归社会 实现在就业 基于我们安居市区残疾人众多 然后聚集了一个实际 安居市区党支部 积极争取了康源中心的一个场地 为辖区的残疾人提供一个 康复手工一个场所 让他们走出社会 改善他们的状态 同时日常还勘展一些技能培训 引领他们重新走上就业之路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 有人民 希望方向下滑 去学校困难 改善了小区的环境 每次来的广场 农家 在头部的养科 老人也不能博了 大家的机会 对各位 对这好利 非常感谢 党洋最终要为人民服务 为民做的好事 党洋就是义务 展现汕头良好形象 传播汕头好声音 两天来 多家媒体关注我市 聚财 引财 炼浆整治 税务服务等消息 一起来关注一下 央广网 南方日报 南方网刊发 广东今年底 要新增1000个以上自然村 完成污水治理 报道26号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召开2021年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提及一批环境治理重点问题 取得重大突破 炼浆等成为督察整改建成效典型 山头等市 要巩固猎物类国考断面整治成效 重点开展一级支流整治 力争年底全面消除猎物类 加强寒浆等大江大河水治保护力度 要积极创建美丽海湾示范区 南方日报报道 山头搭台聚才 博硕士融入当地共商发展成为新常态 介绍在2月28号举行的首场山头发展论坛上 全市各个单位近50名博硕士青年 围绕如何在十四五规划中 更好地发挥青年才智等问题 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接下来 山头发展论坛将常态化举办 为全市博硕士搭建互相学习交流 提升专业能力的平台 更好服务山头加快发展 央广网报道 2020年中国非移年度人物推选结果近日揭晓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潮距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玄秋榜上有名 是至今举办的四届中国非移年度人物推选活动中 广东首位入选的非移传承人 林欣是交警金平大队一中队民警 她1988年入警以来 33年如一日坚守路面执勤一线 奉献了青春 挥洒了汗水 却无怨无悔 周日 在龙眼路中山路 林欣如期来到岗位 维持路面交通秩序 周末上班的时间比较常识了 有时候有紧急任务的时候 全部都上路 春节也没有节假都上班的 林欣在中山路 外马路 红岭金路 饶平路等路段直勤 这些路段周边 住宅区和学校集中 每逢上学放学时段 人流车流集中 交通常常出现拥堵情况 但无论寒来熟往 总是能看到林欣和同事们 坚守的身影 上至七八度的时候 比较高温的时候 就会长 那个脚就比较长 长空气起来 因为这份坚守 林欣获得汕头市最佳民警 广东省五好交通警察等 农誉称号 及人民警察嘉奖证书 还荣例个人二等工一次 已经五十五岁的林欣患有高血糖和高血压 长时间的站岗会出现腿脚疲劳疼痛或喉咙发炎等症状 但林欣默默地克服着 在她看来这是工作职责所在 她将继续发扬老黄牛精神 为汕头交通秩序持续改善 占好每一个港 池帮往上 还要到下半夜 还有时候要到下半夜 查酒驾 是坐下去 坐到退休 林欣同志 作为那三十多年警灵的一个老警察 不管初心 劳迹使命 他的一个责任的担当 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疫情面前大爱彰显 市住残义工协会的成员中 有不少是残疾人 他们身残至尖 用爱心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杨瑞鹏是市住残义工协会的志愿者 疫情爆发后 他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卡口防控志愿行动 协助对进出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工作 作为一名聋哑人 从小我接受了太多人的帮助 这次能成为一名志愿者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能够尽己所能 为抗击疫情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疫情爆发以来 市住残义工协会的志愿者们 放弃休息日 多次到基层社区 向残疾朋友发放粮油和防疫物资 宣传防疫知识 还利用空余时间 自发组织到市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义务劳动 为同学们营造正洁的校园环境 在疫情面前 我们助产医工协会的志愿者们 都主动地当起逆行者 践行协会志愿者的初心和使命 近日团市委在新乡学校举办 阳光成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拓展活动 活动以我独特 我自信为主题 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 设置游戏环节 培养同学们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它的很多成长是需要一个环境的 所以我希望说 把一种阳光 健康 自在 还有自信的一种能量 传递给我们团体辅导中的这些孩子们 好 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